因应Omicron病疫株在国际间蔓延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自12月3日宣布 整体防疫上还要加强 即日起开放接种第二剂满5个月者 可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三总澎湖分院配合疫情指挥中心防疫指导原则 至12月4日起由施宇龙院长率先施打 医院将自12月6日起开放网络门证预约施打 请符合条件人员可自行预约 或向澎湖县卫生局登记 COVID-19病疫株Omicron自非洲地区发现后 短短几日已迅速传播至各国 且经专家研究结果 甚至比Delta病毒更具有高传染力 且潜伏期更短 为因应病疫株Omicron的蔓延 已有多个国家再次采取索国政策 以保护人民健康 指挥中心评估国际疫情风险 及国内疫苗供应现况 调整第二剂及第三剂间隔为五个月 宣布国内自12月3日起 开始提供第三剂疫苗接种 及早建立高感染风险人员之免疫保护力 依照疫情指挥中心指示 第三剂疫苗接种 以第一类至第三类对象 包括医护人员、防疫工作人员 第一线高感染风险工作人员等 建议优先接种符合间隔之医护人员 第一线高感染风险工作人员 及应工出国人员 其余符合间隔之民众 亦可视感染风险及接种意愿 经医师评估后接种 施宇龙院长表示 为了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建议符合上述条件人员尽早施打 到院时务必携带健保卡 第二、三剂接种记录卡 在由专业医师评估后接受施打 呼吁疫苗施打后 虽可降低重症或死亡风险 但是请持续做好个人防护保护措施 随时戴好口罩 请洗手 减少群聚 有异状立即就医 才能免于病毒的威胁 记者王海龙报道 感谢观看